我们今天要读尼西米纪,从第五章开始 尼西米到了第五章 中间好像有点差出去 因为前面是在讲什么? 前面是在讲他重建城墙的事情 第一章讲到他在波斯那边 听到犹大的城门,耶路撒冷的城门被火焚烧 城墙被拆毁 所以,他就哭泣祷告在神的面前 为耶路撒冷带囚 结果第二章,他就得到一个好机会 他的王,看到他满脸愁容 问他怎么回事 所以,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这个事情,告诉王 王说,你要什么? 他说,王若喜欢,就拆我到犹大去 所以,波斯王就拆他到犹大去 然后,让他担任犹大省的省长 他一到那边,就先暗暗的视察耶路撒冷 然后,接下来就把犹大的百姓召聚在一起 说,我们要起来重新建造城墙 免得再被仇敌羞辱 第三章,他就讲到说 他们修建城墙的责任 工作是怎么分配的 谁修造哪一段 我们那时候也看到,耶路撒冷总共他们修造的 这边有提到十个城门 然后,有什么样的人修造哪一段 这个让我们也有很多属灵的学习 第四章,就讲到仇敌的一些诡计 他们怎么样想来破坏,来攻击 尼西米那时候,他们就一面做工 一面手里拿的兵器 所以,就这样子 他们带着一个警醒的态度 在那边,昼夜做工 所以,这个是到第四章,到这里 到第四章的时候,城墙还没有造好 这时候,就查进来第五章的事情 第五章,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们老百姓 有一些人就呼喊 他们因为太穷了 结果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家产 拿去典当,或者拿去做人家的竹杯 他们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 然后,尼西米就出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看一下,我传给大家的message好了 大家搜一下,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记,他有一些特点 他这卷书,还有他这个人 左边这个图 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战士 右手拿着箭 左手拿着灰泥 好像我们今天弄水泥的铲子 所以,他是一手拿着工具 修箭的工具 一手是拿着兵器 这个是讲到尼西米记的一个特点 我们讲到说,尼西米他这个人 他这个人是一个multi-tasking 什么叫multi-tasking? 这个电脑的话 有时候,他同时会多工运作 或者说,一个人他可以一心多用 他可以同时做好几样的事情 尼西米记里面 我们看到尼西米 他很多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特征跟现象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到,在4章16-23节里面 讲到尼西米,他底下的那些人 他的百姓 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所以,他们不是埋头在那边做工而已 他们同时还拿着兵器 就是讲到说,他们一方面是工人 一方面,他们也是精兵 他们也是警醒的看守的陈迟 不让仇敌来攻击他们 所以,这个是要一面做工 同时,你还要注意四周围有什么动静 这就很像是在四世纪里面的谁? 四世纪里面也有一批人,有这样的特色 大家就记得 积淀了那三百个勇士 他们在什么地方,形成出来 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喝水的时候 他们喝水的时候,姿势是怎么样? 别人都是趴下去喝水 但是这三百个勇士,他们喝水是半柜 然后用手把水捧起来,然后用舌头舔着喝 你说,喝水何必这样子? 你就这样子,直接喝就好了 为什么用舌头舔? 这样喝起来不是很慢吗? 他之所以用舌头舔是怎么样? 因为他这样的,他脸就不是埋在水里面 而是,这时候眼睛还可以观看四周围 以防在他们喝水的时候,有敌人来办 其他所有人,看到水之后 就赶快趴下去喝了,管到旁边 天塌下来了,有别人顶着 但是这三百个人,他们一面喝水 但是一面,他们同时不放松警戒 所以后来,神就说 我要用这三百个人来击打那些仇敌 所以,积淀就把其他人都给他写战了 只用这三百个人 后来打胜了对方多少个人? 我记得好像十二万多个人 所以,这个是很不得了的 但是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尼西米底下的人 他也要求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同时做两件事情 第二个,尼西米这个人 你看到他,他一面向人说话的时候 他一面心里面在向神祷告 在什么地方? 第二章第四节 我们就看一下第二章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 就会帮我读一下 第二章第四节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 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 阿们 对 所以,那时候王在问他的时候 他就心里面默祷 然后接下来就对王说 我福人若在王眼前蒙安等等 所以,那时候他一面在跟王说话 他里面就一面跟着神在祷告 你看尼西米他有这样的特质 第四章第四节 我们的神啊,求你随听 因为我们被藐视 求你使他们的毁方 归他们的头上 使他们在辱道之地作为略物 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 所以,第一到三节 尼西米在描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只有第四节跟第五节 就插进来他的祷告 然后,第六节就继续讲 这种现象在尼西米记里面 出现了非常多次 下一个在五章十九节 也有这样的现象 五章十九节 他前面就讲了那些犹大人他们的首例期 以前的妇人向贫穷的同胞收取重礼 就造成了民怨 尼西米就摆平了这个事情 他在第十九节,他就讲到什么呢? 第十九节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 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你看,他也是前面十八节 在叙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十九节插进来,他跟神的祷告 第六章有两处 一个是第九节 第六章第九节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 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这个地方,他又插进来 就向神呼求 然后,接下来十四节 我的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罗亚比 和其遇的先知,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前面也是叙述那些人所行的恶 这时候,就转过头来,向神祷告 接下来跳到第十三章 十三章有四个地方 有四个地方,尼西米也是 讲到一个段落 他就插进来一句祷告 十三章的什么地方呢? 第十四节 十三章十四节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 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 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 下一个是第二十二节 我吩咐,必为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 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 然后,接下来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了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 最后三十一节 我又派百姓按定期欠财和出手的土产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你看,所以尼西米,你看别的圣经很少是这样子的 要嘛就是一篇祷告,完了之后就讲别的事情 他是一面述说事情,然后中间就一再的插进来祷告 所以,他是一面做事,一面祷告,一面做事,一面祷告的一个人 他真的是一个multi-tasking的人 接下来第三个,尼西米记的一个特色就是 尼西米是一个一面祷告,倚靠神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很重视安排跟筹划 他这两方面做得非常的balance 我们先看第二章 第二章五到九节,不用念 这个是王问他说,你要什么? 所以他里面就先跟神祷告之后 然后他就跟王说 他说,如果王喜欢的话,求你差遣我往犹打去 接下来他要去多少时间? 然后也求王室给他招书 然后能够通知大河西的神长 同时,又是招书给管园林的雅萨 让他给他木料,做工程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他这些东西,他事先都已经想好了 所以,当神给他开路的时候,他马上就提出来 所以,神就让他这一切都很顺利 接下来,12节到18节 12节到18节也是这样 他那时候到了耶路撒冷 他也是先到那边,先观察那个地形 先好好的筹划一般,到底这个重建要怎么样做 然后,想清楚了 然后第二天,再招聚那些百姓 把他的计划告诉他们 同时告诉他们说,神怎么样的帮助他 让他们充满信心,开始起来建造 第三个,第四章第九节 第四章第九节 这个可以读一下 第四章第九节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 就派人开手,昼夜防备 所以,他碰到一个威胁 敌人的威胁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 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他不是第一个反应是手忙脚乱 然后到处求人,不是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 但是,祷告完了之后,也不是停在那个地方 他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 所以,他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 一方面先求神,跟神有沟通之后 从神那边得着灵感跟启示 接下来,他该做的,他就去做 接下来第五章第七节 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地方 我心里筹划,就是反复思想 就斥责、慧咒和官长说 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于是我招聚大会,攻击他们 这个地方是反映出 尼西米他这个人,他做事情 他都先经过很好的深思熟虑跟筹划之后 才开始行动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尼西米一方面是一个祷告的人 一方面他是一个很有策划、组织 跟行政能力的一个人 所以,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尼西米在这两方面的一种平衡 第四个特点,他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尼西米他一方面在那边重建城墙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在解决内部的灵愿 今天就是第五章,我们所要看到的 所以,他同时要顾到好几方面的事情 所以,从前面这个地方看到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启示? multi-tasking 今天是不是教导我们说,要一心多用 有的人真的是没办法一心多用 我这个人做事情,就是要专心 你要我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没有办法 我做熟事,一件事情做完 我才能够再想下一件事情,这也是对的 所以,尼西米让百姓他们也要怎么样? 专心做工,专心做工 其实他也没有说,给他们太多的这种难题 每人只要做一段一下 对,但是尼西米,他这样的一个特质 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说,最重要的一个lesson就是 一方面,平常我们在做我们手中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里面跟神同时在那边相交 这个就是尼西米的一个特质 他一面向人说话,一面向神祷告 他讲到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一面他手中在那边做他该做的工作 但是,他里面是警醒的 不是里面是昏睡、沉睡的 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 我们整个人就投入进去 但是,神要我们是 我们一面在认真做我们的工作 但是,我们灵里面跟神 还是常常在那边保持联系的 这个是尼西米,她这个人的生命跟生活 我想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 我的女儿在办公室解决那些电脑程式的问题 她常常碰到一些bug,就非常的烦恼 在那边搞了半天,都还没有出来 那就越做越烦 但是,我们就会提醒他 你现在就要开始祷告 他就开始祷告,很正式的祷告,讲出来 结果没有多久,那个bug的问题就解答了 我们后来再鼓励他进一步 就是,你还没有在工作之前 你就先开始祷告 就是说,开始要上班了 开始要打开电脑 要开始解决这些城市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先祷告 主啊,我把我等一下所有的工作的内容 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保守我 真的,有祷告跟没祷告 那个结果的发展,就完全不一样 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一面在走路 心里面就可以来亲近主,对不对? 主要说,我需要你 主要说,我赞美你 主啊,我爱你 主啊,求你充满我 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就是要这样子 一方面,我们在过我们好像外面的生活 一方面,我们在过里面的生活 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 你说,我平常跟神好像摸不到祂这么清楚 跟我们同在 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聚会当中 在个人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强 你在聚会,还有在个人灵修的时候 你多少摸到一些神的同在之后 你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其他做家事、在行走 那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跟神有一个直接的联系 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你就是一面走路 一面心里面跟神祷告 一面思想主 这个就是很容易让我们跟神连在一起 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 第五章这里 他们城墙还在一面正在建造当中 但是,他们内部又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个时候,那些老百姓都是自愿的 在这边日夜赶工 Valenteer,没有薪水 没有薪水,在那边盖成墙 结果,他们生活本来就是比较穷困的 这段时间,又没有收入,所以就更惨了 所以,第五章第一节 百姓哥跟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为什么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呢? 因为他们穷的缘故 所以,他们就跟其他的犹大人借钱 借钱要度日 为了要借钱,他们需要抵押 有的人就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拿去抵押了 有的人,甚至于把自己的儿女给人家去做仆悲了 就是为了要得一些粮食、度命 或者是为了要抽一些钱来 给那时候当时的王去缴税 波斯王 因为那时候非常重的税 对,非常重的税 所以,他们这些穷的人,又要借钱 又把自己原有的田园什么都抵押了 那他们日子就更苦了 所以就是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他们就发出呼喊了 结果第6节,弥西米听到他们在呼嚎说这些话 他就发怒,对谁发怒? 他对人有钱人发怒了 他就第7节,心里就仇化了 对他这些事情,他就心里好好思想 要怎么样做? 他先斥责那些贵奏跟官长,说 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 这个是违反摩西律法的 摩西律法,我们看一下生命记 生命记23章,19、20节 生命记在哪里? 在摩西五经第五卷 19跟20节 生命记23章,19跟20节 好了,也是白瑞尔好了 白瑞尔,你翻到的方法读 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资粮 无论什么可以生理的物都不可取利 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 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 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所以这里,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借钱给你的兄弟,给你的同胞 不可以说利息的 但是你借给外邦人,那是OK的 但是借给自己的百姓是不行的 我看到有一个于宏节目师 他在讲到《尼西米记》第五章 他就把这件事情 跟他们教会里面的建堂 把它关联在一起 因为他就说了 他说,为什么中间插进来第五章呢? 第四章应该直接调到第六章 因为讲到建成墙 中间好像这第五章是插进来的 但是,从他那时候 他自己在教会里面建堂的经验里面 他感觉到第五章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说,神的建造 不是只是外面的建筑物 其实神更关心的是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 所以,第四章、第六章 这好像讲到建成墙 这好像还是外面的事工 但是,神更在乎的是 这些犹大人里面生命的改变 所以,借着建成墙 它就让他们里面生命的光景 真实的光景被曝露出来 就是里面有钱人在那边欺压这些穷苦的人 照理说,他们都是同胞 应该是同心合一的 应该要彼此相爱的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 教会里面,他们那时候同心合一 就是大家一起很专心的要来建堂 但在建堂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碰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挑战 那这些挑战,后来怎么样能够一一的克服呢? 那时候,神就带领他们悔改 他们自己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破口 有的是个人的破口,有的是教会的破口 那就借着建堂所碰到的这些挫折 神让他们一个一个去对付 然后,当他们这些破口 这些生命里面的问题一对付好的时候 他们外面的建堂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所以,他从建堂的经历当中 他得到了很深的一个教训 他发现在我们外面的事工的同时 神更是在对付我们的里面 里面的建造 所以第五章,他是说 神把这一章插进来 就是在强调说,里面的建造更是要紧 在这里,尼西米把这些人叫过来 然后来攻击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不是只是用道理来扶人 把摩西五经拿出来,指给他们看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他们自己的榜样 他说他自己,第10节 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权粮子借给百姓 他们也都没有收利息的 而且不止这样子 他还拿钱去尽力 把他们被卖去的那些弟兄都赎回来 所以,他们自己的做法 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的生活 都是这样的光明磊落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让那些有情人无话可说 所以,后来他们都同意 都愿意顺服 把他们所收的那些百分之一的利息 都退回去 同时,人家抵押在他 抵押在他的那些田园、葡萄园、田地 也通通都还给他们 甚至于有的可能都已经 这个田地都卖给他们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甚至于都还给他们 因为,就像在洗年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需要把无条件的法 人家所已经抵押给他的 卖给他们都要退回去 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真的是要共体时间 他已经没有东西吃了 结果他把他谋生的田地 还有果园都押给你了 那他怎么样有income? 他怎么样有能力再来还这笔钱呢?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生财的工具 就是这些农田、这些果园 要先还给他 他才可以去生产 他去生产了以后,他有了获利 他才有能力去还这个钱 你如果抵押了,那些田园都荒芜了 那这都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了 当然不一定是让他荒芜了 他可能说,这个田园已经抵押给那些富户之后 他们成为地主了 那这些人就成为殿农 这时候他们还是在那边耕种 但问题是,他们只能拿到里面的少部分 其他部分都是归给地主 又更有钱了 所以,贫富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但是,尼西米他的榜样,让他们没有话说 14节,他就讲到说,他那时候在那边做审长12年 他跟他的弟兄,都没有吃审长的俸禄 他说,在他以前的审长,加重百姓的担子 每日所要粮食与酒,并饮子四十色刻了 就是他们的仆人也挟制百姓 但是,他因为敬畏神,并不这样行 所以,之前的那个审长 除了可以领俸禄之外 他也有权利,他可以任意的向百姓征收税金 来补他的不足 不仅他可以收税 所以,连他底下那些仆人也有权利向百姓横针暴恋 所以,百姓所受的这个担子就很重 请问,这些以前的审长 他们是真正的犹太人,还是波斯网派来的? 最早的是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是犹太人,现在是尼西米 中间的不晓得,我不晓得是不是 可能还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的品格实在太长 他那时候加重他们的担子 他这边讲说,银子四十色刻了 他这边讲说,每日银子四十色刻了 所以,是不是每一天 所有的犹太人加在一起 要给他银子四十色刻了? 也有人说,还是说,每一个犹太人 一年要给神长银子四十色刻了 四十色刻了有多少? 从《出埃及记》21章32节 21章32节那边有提到 一个奴隶的价值是多少? 30个色刻了 所以,一个地方讲到说 如果一个人的牛,把另外一个人的仆人或死女 把他捣死了 那你就要赔那个人三十色刻了 这是一个奴隶的价钱 那个时候,约瑟被卖的时候 是被便宜卖,卖二十色刻了 所以,你看到他哥,就是想说 便宜卖给你们,多少赚一点? 算二十色刻了 这边,它是四十色刻了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多奴隶的价钱 所以,蛮多的 但是,尼西米他敬畏神,他不这样行 而且16节很宝贵,他说 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 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 尼西米他造城墙也就算了 他说,他没有自买田地 这个你们可以看到说 尼西米他的心,完全不在这边聚恋财富的上面 甚至连做一些投资,他都没有 因为他整个心意,完全是放在修造城墙上面 而且,他收到的那些俸禄 他都还奔出来,来跟其他的犹大人一起分享 17节,18节 他还每天有跟他一起吃饭的150个人 所以,他没有要等长的俸禄 把这些东西还给大家一起吃 所以,你看到尼西米他最后祷告说 我的神,求祢,祭念我为百姓所行的这一切是 私恩于我 尼西米他就是把这一切都存在天上 人家在那边聚恋财富 这些有钱的人在那边聚恋财富 作恶 甚至于,之前的那些神长 可能他们被派到这边来,在那边治理 他们还在那边自买田地 但是,我就想到说,在《猎王记》下 那时候,以利沙对他的仆人基亚西说了一句话 基亚西的时候,从乃曼那边要了他的衣服、金子 然后要把它藏起来 因为他觉得说,我的主人把亚兰的将军医好了 结果,乃曼 居然不跟他要一毛钱 太亏了 我过去还是跟他要一点 他就要了一些,然后藏起来 但是,以利沙对他怎么说? 在《猎王记》下第5章 第26节,他怎么说? 以利沙对他说 他说:"那人向车转回引领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 他说:"这岂是受银子依赏,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徒贝的时候呢?" 5章26节,《猎王记》下 这哪是买葡萄园的时候呢? 橄榄园的时候呢? 受银子依赏,牛羊、徒贝的时候呢? 吉哈西说:"这个不是那个时候,那什么时候才是?" 好像随时都可以,都是我们赚钱,然后投资,然后资产,聚恋的时候 我们说,活在地上,不就是要这样子的吗? 但他说,居然不是那个时候 他就看好,难道是不是说,今年不是时候,明年才是? 不是,我看就以丽莎来说,他一生都不是 他一辈子都不是 尼西米也都是这样子 他的一心一意,他只有一个目标 他就是要修造成像 这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 他就是来完成这个使命 在这地上自产,完全不放在他的心上 甚至于他有钱,他就买的犹大弟兄,把他赎回来 那些穷的,他就让他们一起吃饭 去念财富,完全不在他的心里面 他的这种观念,跟那些官长贵奏 虽然是十万八千里面 那些官长贵奏 这个时候,神心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把那个城墙修造起来 但这时候他们心里面,唯一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怎么样去从这个利息里面,多赚一些钱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我们的焦点是什么? 是我们在那边急急盈盈呢? 为了今生这个短善的呢? 还是说,我们看到神,祂所要的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这里,两种生命 两种生命,在这边差异何等的大? 当然你说,尼西米是一个领袖 他高瞻原主,当然是高瞻原主 但是从祂的高瞻原主里面 我们特别看到说,我们也需要有祂这样的看见 不然我们在地上,生活就没有异象 我只想说,我现在的年薪多少钱? 我现在只把我老板给我调薪 调薪了,我就高兴了 如果没有调薪,我的日子就很灰暗 只想这样子 我只想到我的银行存款有没有增加 今天股票有没有涨 我们就是那种贵奏的生命 那些官长的生命 甚至于他们还更糟糕 他们连兄弟之间的那种爱 肢体之间的这种荡然无存 就算你赚了钱,你这个城墙修好了 你里面没有这个的话,你人还是空的 所以最要紧,我们里面的生命要改变 要注意到旁边人的需要 也许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看法 你尼西米在波斯王 波斯的大军王的旁边做酒阵 这是波斯王眼前的大红人 波斯王这么信任你 你当然地位高啊 你当然钱多啊 你的钱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但是我们看到14节 一直到16节这一段 我们就发现 他得到那么多的钱 得到那么多的地位 是属给他的 而他有全部都回报给主 回报给神 他没有省一分钱 他看到他的 红包 有贫穷的 有需要的 他通通就这样子拿出来 他没有一点舍不得的样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高声我们 那是为了要我们能够荣耀他 在那个高声的地位上 可以做一些 一般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那神给我们财富 你知道是干嘛吗 神给我们财富 我们不能够说 那个财富是我的 是我辛辛苦苦赚的 不是 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领受的 就是神祝福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赚得到这些财富 有天使有地利有仁和 刚好在那个时机的里面 我们赚到了财富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财富是我的 就是我的 因为我比人家聪明 我比人家努力 我比人家勤劳 所以这个钱是我赚的 就是我的 那你看看好了 神就会抖啊 就像前面说的那个抖 就把这些钱就给你抖掉了 他的方法可以太多了 一个金融海啸 一个股票下跌 一个战争爆发 一个灾难来到 就一眨眼之间 就像那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钱财涨了翅膀 飞掉了 这些钱他涨了翅膀 他飞掉了 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 即使是我赚的 如果神没有给我们那个机会 我们也没有 也赚不到 所以你看尼西米真的是一个很清楚的榜样 他的地位 他的高位 是为了什么 为了取得王的信任 让他12年 在外面 在他的那个列祖的坟墓的这个地方 12年去恢复这个城墙 更重要的是恢复那个内在的建造 内在的分别 所以,他的地位是给神用的 他所得到的经营钱财 也是给神的百姓用的 我们《圣经简报站》里面有一篇文章 就是《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 他写的 这个作者是一个牧师 牧师他当初出版了这本《标杆人生》之后 这本书就大卖,成为畅销书 结果他一夜之间,财富就马上报增 报增之后,他就祷告,就问神 他说:"神啊,你现在给我这么多的财富 我应该要怎么样使用它?" 因为我们都是神的管家 结果后来神就给他两段正经 让他知道,他应该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些财富 结果后来他就这样子 第一个,他自从一下子成为富有之后 他说,他没有做任何重大的改变 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原来的房子 他还是开原来的车子 他没有做重大的开销 他的生活还是保持一样 另外,第二,他把这些钱 他把过去教会给他的薪水 他都退回去给教会 现在也从那时候开始,他不跟教会知心 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很自由的来服事神 他可以很自由的来跟随神 所以,他觉得这样很自由 下一个,他把这个钱就成立一个基金 用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用来培训那些服事神的人 还有用来执堂,就是来传福音 用来建造教会 所以,他把这些钱都用在这些用途上面 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神托给他的 所以,神启示他要怎么样使用他 使用这些钱财 这个我就想到,跟尼西米也是很像 他今天做的这个绳长,照理说也是一个肥缺 但是,他没有用这个肥缺来为自己来积攒财富 但是,他把这些钱财,他可以用的这些资源 都用在神的国度里面 这些都是积攒在天上 所以,神都会祭灭 所以,他最后说 神拿出你纪念,活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之恩于我 我相信神绝对会纪念他的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就请在这个地方,好吧